那所有他在雲林縣的足跡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公布 公布他在雲林縣的足跡 其中呢 6点到8点到水林乡 住念5083 是男性65岁 那平时居住于麦寥乡三圣村 假日会回到新北市汐止区住家 5月19日 与案期也就是确诊编号2776 与台北市的医院确诊 那同日5月19日 案5083也出现症状 送至医院就医并裁检 于5月24号凌晨确诊 那所有他在雲林縣的足跡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公布 5083他整个公共场所的活动是 从5月16下午3点10分 从台北回云林 在麦寥乡三圣村 这当中是自行开车回来 一直到 到了以后 一直到5点呢 就到站不绝口的小火锅 外带晚餐 那这小火锅 位于麦寥乡 仁德路201号 那5月17号 早上9点半 到下午4点半 上班 在我们麦寥乡的工业园区 那中午呢 12点到12点半 到大师兄便当店 也就是麦寥乡 仁德路203号 外带中餐 那下午4点半到5点 到站不绝口 小火锅 外带晚餐 那这个住址呢 也是麦寥乡 仁德路201号 5月18号 一样 到麦寥乡 工业园区去上班 那中午 一样到大师兄便当店 外带中餐 下午一样到 站不绝口 小火锅 外带晚餐 5月19号 一样 早上9点半 到下午4点半 也到我们麦寥乡 工业园区去上班 那中午也一样 大师兄的便当店 外带中餐 那下午呢 到站不绝口 小火锅 外带晚餐 那其中呢 6点到 6点到8点 到水灵香 住念 那5月20号 9点半 到下午4点半 也一样到麦寥乡 工业园区 上班 至于 不绝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